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烤冷面 我准备的一些工具还有调料 这边就是一个平底的煎锅 然后这里有我准备的那个芝麻和葱花 然后这个是蒜蓉的辣酱 这个是烧烤粉 这边是打锅的鸡蛋 然后准备了油 这个就是烤冷面最主要的那个面皮 和我自己切的一点火腿肠 然后需要一把刷子来刷酱 还有刀就是用来切火腿肠 以及等会烤冷面做好了之后把它切开 最后呢我是准备了一点水 因为我在网上看别人说 如果在做冷面的过程中加一点水的话 那个面皮会更嫩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就把一个面皮冻里抢了 再用点鸡蛋 然后再预备 然后再沉下 再用点鸡蛋 然后再用点鸡蛋 再用来 然后再用点鸡蛋 很容易 放开 加三角 然后再用来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个吃播的视频 然后吃的就是这个我自己做的烤冷面 还有螺蛳粉 我用的这个缸子特别接地气 就是那种糖瓷缸 然后是我对象从国内带过来的 因为它就是吃起来 就吃的就是回忆那种 然后我觉得这个橙螺蛳粉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我每次做螺蛳粉就都用这个橙 然后还准备了一个就是苹果汁和 然后这个烤冷面呢是我自己做的 来尝一口看看啊 有点冷啊 但是它的酱料还有那个烧烤酱的味道都很好吃 所以如果你们平时在外面不好买烤冷面的话 其实可以自己做 我觉得方法还挺简单的 感觉这一次我好像弄的不是特别的软 下一次可以加油一点 但烤冷面因为它上面烤了就是撒了那种烧烤酱 所以就味道特别像吃烧烤一样 不然它也不会叫烤冷面了是不是 然后外面就会裹着那种鸡蛋 嗯那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嗯我得尝然后把了一些葱啊 芝麻呀然后刷了酱呀撒了烧烤粉 现在没有声音是不是有点无聊 嗯 其实我现在正在看了一部韩剧 是比较早之前的叫做什么 最佳爱情 然后是孔孝珍和谁 那个大叔我不记得名字了 演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很搞笑 嗯然后我是在B站看就看到很多弹幕都说那个孔孝珍长得像沈春阳 但其实我还蛮喜欢孔孝珍的 我比较喜欢两个韩国女明星就是孔孝珍和朴欣慧 她们演的电视剧我都会看 但是呢 其他的话 其他女演员的电视剧我也不太看 而且我看韩剧就专看女演员是谁 哦全志贤的我也会看 但是要看那个剧情能不能让我看下去 她演的上一部那个 跟李敏浩演的我就有点看不太下去 你们会建议我边看剧边给你们录吃播吗 还是你们就希望我这样说话 嗯然后这个螺丝粉里面我有放几根生菜因为 我感觉我已经很常时就没有吃蔬菜了 所以还是要补一点维生素的 嗯或者我帮我喜欢的歌给你们听吧 怎么样 嗯 正在充电 点一下手机放歌给你们听吧 Connected to morning girl i phone 你们听得到它是Connected to什么了吗 播一下我最近比较喜欢听的几首歌 看你们听到前奏能不能猜对是什么啊 嗯 诶有没有在播呀 哈哈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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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现在螺丝粉还有点烫 猜到了吗 其实今天是我今期的第二天 然后我发现我现在每次 今期之前腰都会特别特别痛 就持续一个三四天那样子 特别明显 之前没有这个症状 但最近经常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压力大造成的 时间和泪人死去我未曾 你可记得我女生的模样 今天你会不会太远 歌词都已经歌名都已经唱出来了 你们应该猜到了吧 其实这个 哎呀拿个指尽 这个 歌它是原唱吧 他叫梁凡是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 唱出这首歌 但后来被那个袁雅维收录在 他专辑里面了 所以可能 这首歌比较让大家知道的 就是他参加那个 叫什么 后来那台那个歌手 那个节目大家知道的 但其实我感觉 原唱的感情更充沛一些 但是他太短了 这首歌比较要交参加 这首歌是两首歌 那一首歌是参加的 太烫了 这首歌是用的 太烫了 然后现在吃的 罗斯本是罗霸王的 我也拿了在这里 所以拿下来 这里 然后 然后原来它里面不是有安全蛋嘛 但现在就是海外的就把安全蛋去掉了 因为其实一般蛋这种东西是不能进口到那个 至少澳洲海关是不让你带任何肉类啊 然后冻植物类的东西进来的 所以现在里面就没有安全蛋 但我觉得它花生有变好吃一些 之前的话它的花生一直都不太脆 现在就还不错 歌声会不会有点大 好傻啊 其实我对着镜头说也不会有人回答我 然后我每次螺丝粉的辣包不会全部加进去 不然就太辣了 好要下一首咯 下一首再放一个也是我最近很喜欢听的 不是这首 错了 这首歌就是我上一支Vlog的开头 有人问那个是什么歌吗 就这个 你们先听一听到中间 我再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 真的好辣 我还是先吃冷面吧 里面这边都要凉了 好吃 烤冷面应该是东北的名小吃吧 然后我是到国外之后 才在微博上看到有烤冷面这个东西 我觉得听到名字就会觉得这个很好吃 然后我第一次是回国 在武汉的时候一家小吃店吃的 但我不知道那个正不正宗 然后第二次是在墨尔本的唐人街 有一家叫炸炸 这小吃店 然后里面有 后面就是 上一周在中国超市里面看到那个 有麦烤冷面的 就这个 我就买回来自己实验做一下 然后昨天做的时候就发现 哇好好吃哦 然后就决定录个视频 拍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所以这是我的 这是我第四次吃烤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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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美好事物 然后是一个应该是说民谣组合 小众民谣组合 叫做房东的猫 然后是两个女生 她们是在就湖北的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的 我后来才发现她们是这个时候毕业的 其实也就是我两周前 可能她们在北京的一个pop里面 开了一个那种音乐会 然后我同学去看了 她就搬在朋友圈 那种小视频嘛 然后我一点就觉得被打动了 然后我的菜我就把这个歌下来了 我就觉得好好听啊 我就反复的连续循环了 应该有两三天 我听歌都是一旦觉得好听 就一直循环到几百遍 然后把它听一咽为止 然后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直播视频 我只在B站上忘了放了 因为怕大家 嗯 就YouTube啊或者微博的 人不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想在这里问 就是 嗯 就你们到底对直播视频感兴趣吗 而且直播到底是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 可能我在吃的时候 你们也在吃 然后下饭用了吗 那就是你们希望 直播是就是这种正常的速度 还是就是剪成那种 嗯 快速的 就快进版的 不过B站 其实你们自己可以调那个速度 啊 旧歌很带劲的 放大给你 然后做饭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热 然后脸就红了 现在脸都还是红的 这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首歌是叫Masic Brave 然后Let You Win 我之前是听到那个前奏 然后就觉得特别带感 然后我看这个虾米的评论 第一个评论就是 听得我拖鞋都要甩掉了 然后这应该是一个可以适合抖腿的神曲 然后其实今天这个 唱了 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量其实有点多 但是我就是想把螺蛳粉跟那个烤冷面一起录了 然后就把它们放在一起 而且姨妈气嘛 多不不多吃一点也行啦 最后一个生菜了 最后一盒冷面 你看我这个外面就是裹的这层蛋还挺好的吧 夏儿给你们换一首 我前一段时间比较喜欢听 然后比较怀旧的歌 但是听着就很有幸福感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前奏你们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了吧 随约淡的沉默 旧风天卷渺泊 夕阳来着途走 挂在秋头舍不灯火 喜剧一人耳变花 一河潮身相洞流 再挥手 往事也随风也一瓶瓶瓦 一走到尽头 本夜放弃承诺 一河潮身相洞流 又一河潮身相洞流 一河潮身相洞流 一河潮身相洞流 到冷凳房 晚一觉梦黄红 路荒一滩 暴乱 究竟没人懂 多点谎言语装 风险风险 昏昏我泪淘 自嘲过尽 千情万别凝结愁 这不就有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就有一种非常安心 然后舒缓压力的感觉 就是我听到那种前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书生背着他的行囊 然后走在林间漫步的感觉 然后就感觉他心里怀着那种凌云壮志 然后前面有很光明的那个目标 然后朝着那边迈进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觉得很舒服 爱已走到尽头 夜放尽寂寞 云子人游默 想法太多有无的我 华均吃完咯 看现在已经录了20多分钟了 路红一盘 暴乱逐渐没人走 昨天黄烟雨穿过 红尘风昏过温暖 自潮落尽 千轻万云皆愁 去中人散 花花 云白红烟火 初参未绝 与日正会徒消瘦 荡泪干雪 云黄 白雪纷飞 斗尘风 消灯所穷 无知景光中成空 古道的远方 浪一绝梦放火 路红一探 暴乱逐渐没人走 有点车了 你看这底下还有一点汤嘛 然后汤里面其实还有一些配料 然后那个配料我一直都觉得是 无论你吃热干面啊 还是吃豆皮啊 还是吃螺蛳粉啊 是那最底下才最精髓 因为它一般浓浓的汤汁啊配料 都是盛在最底下的嘛 所以汤不喝完配料也要喝完 也要吃完 嗯 我觉得我接下来要放最后一首歌了 我要给你们说一个我要进入唱吧 我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早上突然就唱吧 发了一个消息说李雨春邀请和你唱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好激动啊 因为我是一个玉米 虽然我现在不是那么滋生的玉米 滋生 滋生的玉米 但是 嗯 它是几几年 05年吧 05年我还初中的时候 他出来的时候 我就超级喜欢他 然后他马上要参加 我想和你唱了嘛 唱吧就发来那个邀请 就可以跟他一起录像啊什么 刚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视频断掉了 我觉得如果我边录吃播 边跟那个李雨春合唱的话 应该 应该 应该会活 欸 跑掉了 好 错了 你自己跟她一起 sens cut 等一下 先 就算我吃完了 ите点 到怕我失足了 是啊 要不要把这首歌播完 嗯 要不要替我跟他一起唱 特别 但我唱的很难听 因为我这首歌听得少 下个路口再见吧 对我唱的比较了 我觉得我唱的比较好比较 小小是巧的的 我都唱的过话 你口号 下个路口再见吧 我也跟你说再见了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